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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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治局常委 瓦邦政府副主席兼对外关系部部长赵国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 瓦邦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鲍有良 中央政治局常委 瓦邦政府副主席罗亚库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机关 各县 特区 各部队领导代表 联邦政府方面包括驻瓦邦卫生教育机构代表 幼邻兄弟组织 驻邦康办事处代表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和无国界卫生组织等机构驻邦康办事处代表 瓦邦妇妇女协会的全体干部职工 文讯专程赶来的李玉恒同志家乡所在地的干部与亲朋好友 以及李玉恒同志家人亲属与生前好友和社会各界代表 共近1800人参加了追悼会 上午面十八点整 追悼会正式开示 追悼会仪式由中央办公厅代理主任周大福主持 民放礼炮 民放礼炮过后 全场默哀 共同志的同志 民放礼炮 走来喻 好,好,好,好! 瓦邦政协副主席张一旺同志在追悼仪式上现场宣读副告及李玉恒同志智商委员会名单 瓦邦府邦政协副主席张一旺同志因突发疾病 不幸一2021年5月11日早上三十四时 想念七十岁 请各位领导及亲同好友到班康家中调年 李恒同志智商委员会2021年5月11日 李恒同志智商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人萧明良 辅助人包邮仪 赵宗丹 吴行文 赵国安 包邮良 罗亚库 魏远 眼神病 李主脸 包爱荣 包爱伴 包尊风 赵爱纳赖 萧塞报 李恒纳 何春天 陈宗丹 包爱康 赵宵父 李心 陆心家 陈爱嘎 包赏帅 李爱上 陈西邦 包爱嘎 邪国亲 文一栋 李乐儿 包赏嘎 包罗水 陈宗丹 张一万 高一群 赵爱道 李子超 张爱嘎 包赏萊 赵尼库 赵雅飞 火瓶 周大福 野嘎 比蒂 熊金强 包君龙 赵爱嘎 李恒同志 自杀委员会 2021年5月11日 主持人当场宣读了参加李约恒同志追悼会及竞献花圈的单位或个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工部部长赵爱纳来代表瓦邦全体军民致到此 我为领导 我为亲属 我为亲朋好友 我受中央会托 代表中央 代表全方 我当位为李恒同志的不幸失事 表示成通的台岛 李恒同志 因突发疾病 以2021年5月11日 遭上三十不幸失事 相年七十岁 李恒同志 一九五二年 改孟毛衔东马区大灾处生 一九六九年 年轻十七岁 就积极口声挖棒的革命事业 参加二华衔回马区和庆祝 以了对工作 一九六七年 七月三日 华邦政府成立 华邦福尼协会 已没有办公地点 利益很控制 出钱处理 投资建设华邦福尼之家 解决了 华邦福尼协会的办公 及活动场所 为华邦福尼工作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华邦福尼协会 在当任 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选举 利益很控制 被选为 我华邦福尼协会 副主席 2014年 华邦福尼协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 再次当选 华邦福尼协会 副主席 在当任 华邦福尼领导 时间 一生作者 为华邦福尼儿童工作 做出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8年 利益很控制 主持 抽奸 孤儿园 收养 26名 孤儿 解决他们的生活 并安排到学校读书 2012年 主持抽奸 华邦祟 是华邦人民 又 击败 先祝的场所 吸到了 同样 华邦文化的作用 利益很控制 为工作认真负责 不断的追求 进入 2021年 4月29日 向中国党支部 申请入党 并 被党组织 吸收成为 华邦联合党员 利益很控制的一生 我们 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积极投身到 华邦革命事业当中 几十年 为华邦 为华邦 父女儿童工作 祈祷了 先祷作用 是华邦 华邦革命事业当中 追思了自己的母亲 李玉恒同志的 不平凡的人生 和伟大的一生 今天我们怀着 蠢痛的心情 在这里相聚 我代表家人 被前来参加 妈妈追导会的 亲朋好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你们在白曼之中 远道而来 下面是我们 做儿女的 想对妈妈 这不平凡的一生 做一个简短的 总结 也是儿女们 向妈妈做最后的告别 2021年 5月11日 妈妈闭上了 慈祥的双目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妈妈的离开 给我们全家人 带来很大的悲痛 我们舍不得妈妈 妈妈是如此的坚强 乐观 也是个有着 大格局的女人 她是爸爸 努力奋斗的力量 全员 是爸爸身边 最坚定的支持者 和跟随者 她是我爸爸 最荣耀的帮助者 她又是我们的一个 好母亲 吃香的母亲 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 每当想到妈妈的 畅浪的笑容 想到她为了支持 爸爸的事业 革命事业 坚定不移的决心 以及她对爸爸 健康地呵护 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们对妈妈 更是充满了 无比的敬意和爱戴 妈妈对我们要求很严厉 她让我们要自爱 要懂得爱人 她教我们要诚实做人 认真做事 她把我们当男孩子一样的磨练 她让我们要学习 勤劳 勤劳 要有诚信 每当爸爸提到妈妈的时候 她满脸笑容 满心对妈妈的爱 爸爸是这样的评价妈妈的 你们的妈妈 也恨 是一个勤俭 持家 能力很强的女人 我在前方打 打仗 她在后方供应 她超持家务 她照顾好家里的老人 和你们几个孩子 如果她不够强大 不够优秀 就不能成就今天的我 这是我爸爸说的 我很感谢你们的妈妈 也很尊敬她 这是我爸爸说的 她说 你妈妈是一个勇敢 坚定的革命人士 在免贡时期 举瓦班联合党 成立初期 她白天工作 要照顾整个家 晚上她封衣 直布 要做生意 她想尽一切的办法 来筹集经费 在1967年7月3日 她拿出家里的粮食 以及经费支持 亏码有机队 1989年4月17日 她又拿出家里 几乎所有的积蓄 40万美金 作为支持瓦班托里免工室 使用的经费 这个事情 为学堂实践仍然 她为部队提供 后勤供应 她为前线 部队打仗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她是一位 为瓦班联合党事业 奋斗了终生的女人 妈妈生前提到爸爸 也总是满脸的笑容 爸爸是妈妈这一生的最爱 从爸爸生病到现在 都是妈妈在无微不至的照顾 她从不顾及自己 这是一门心思的 为爸爸付出 她耗尽心力 只为让爸爸的身体 能够恢复健康 我们几个做儿女的 最喜欢看的就是 我妈妈的笑容 就是这样灿烂的笑容 年轻时 她虽然饱受很多苦 但是她困难 从没有消灭掉 她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任何时候 妈妈都是那样的阳光灿烂 信心满满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 就能听到笑声一片 那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 她这个笑声 但是她的微笑 她的笑脸 永远存在我们这些儿女的心里 我也相信在天堂也记录了 人生 七十 古莱西 是这样说的 如果能够强壮 可以活到八十 但是一切都是虚空 天堂是我妈妈 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 在那里 没有眼泪 没有哭痛 没有疼痛 还好 我相信我妈妈就去到了那里 妈妈的美 妈妈的善良 妈妈的宽容与忍耐 妈妈的积极向上 妈妈的伟大 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里 妈妈 我们爱你 妈妈走了 我们知道妈妈最放心不下的 爸爸 我们几个女儿 我们几个孩子 一定会代替妈妈照顾 好爸爸 也与此同时 我们也会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以安慰妈妈在天之灵 妈妈你安息吧 妈妈爱你 瓦邦新闻局局长叶嘎 宣读收到的来自各方的宴殿 瓦邦人民政府 包邮小主席 惊喜瓦邦人民的优秀利益 瓦邦福利息 恢复主席 利益和统治 吴贤玉和联合一年 午夜十一日 英明时时的消息 蒙年贤红十字回 第二批 远外反应医疗工作队 向外邦联合党 外邦人民政府 外邦福利协会 和包邮小主席 及亲属 标识成同的哀悼 向包邮小主席 和亲属 此致的门口 此致 哀利 蒙年贤红十字回 第二批 远外反应 与医疗工作队 2021年 5月12日 高承荣 研典 指外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 外邦人民政府 包邮小主席 惊喜外邦人民的优秀儿女 外邦福利协会 副主席 第一批 统治 2021年 5月11日 阴冰 福利协会 实施的消息 我三邦东湖 第四特区 全体军民 向外邦联合党 外邦人民政府 外邦福利协会 和包邮小主席 及亲属 标识成同的哀悼 向包邮小统治 和亲属 至于城镇的门口 此致 爱丽 三邦福第四特区 和平易团结 外邦委员会 2021年 5月12月 德安民主解法军 TNLA 研典 利恒统治 执商外邦会 外邦政府 外邦团结 当主席 包邮小七字 利恒律史 第2021年 5月11日 七十 想念七十岁 我们如亲家属一样 感到悲伤 包邮小主席 七字的事实 使外邦人们的悲哄和孙世 我们对此 声表忘息 原利恒律史 在天堂中 永享和平 德安民主解法军 2021年 5月12日 若看民主联盟 又要被演点 利恒统治 执商委员会 外邦政府 外邦团结 当主席 包邮小七字 利恒律史 于2021年 5月11日 因老年兵突然起始 想念七十岁 我们如其 亲属一样 感到悲伤 包邮小主席 气震的事实 使外邦人们的悲哄和孙世 我们对此 声表忘息 原利恒律史 在天堂中 永享和平 2021年 5月12日 推荐来 若看民族 联盟组续 严严幸福啊 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员 集体向李玉恒统治遗体 行告别礼 一集公 二集公 三集公 四毛 追悼会最后 参加追悼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后部中央委员 及瓦邦副协领导班子成员 一一向李玉恒统治遗体告别 并向李玉恒统治亲属致哀 追悼会结束后 依照瓦族本地习俗 及民族丧事礼节 李玉恒统治治丧委员会 先后在追悼会现场 和永定乡境内的目的处 还分别为李玉恒统治 举行了隆重的出病仪式 及高规格的葬礼 打起 containers 第一次都不懂第一次都不懂 第二次第二次都 rule 打起来 打起来 下山了 好idée 有小警察不解釋, 混血了 她還出的, 偷爾是不是先晚點 我要去 我去 我去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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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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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看他吃 又在吃 哦 有看他吃 啊 起來了啊 到了 不行打了 打不去就打了 到了 不行打了 打不去就打了 禁掉 不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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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小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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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邋邦東部蒂斯特区 和平與團結委員會 2021年5月12日 德昂民族解放軍驗殿 李玉衡同志智三委員會 瓦邦政府、瓦邦團結黨主席鮑友祥妻子李玉恆女士 於2021年5月11日去世享年70歲 我們如其家屬一樣感到悲傷 鮑友祥主席妻子的逝世是瓦邦人民的悲痛和損失 我們對此深表惋惜 願李玉恆女士在天堂中湧向和平 德昂民族解放軍2021年5月12日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燕店李玉恆同志至三委員會 經文瓦邦人民的優秀女兒瓦邦婦女協會副主席李玉恆同志突發疾病 於5月11日早晨離世 我們看到瓦邦在網絡上發出的報告後心情異常沉重 特向李玉恆同志表示沉痛哀悼 並向其家屬和親友表示親切慰問 李玉恆同志一生勤儉持家任勞任怨 支持並協助暴總從事民族革命與瓦民族的發展事業 積極參與建設瓦邦 在最艱難的革命時期 李玉恆同志發揮了瓦族婦女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 替暴總挑起家中生活重擔 妥善解決了家中遇到的各種生活難題 是一位賢慧的妻子慈祥的母親 忠貞的革命伴侣 是瓦邦人民敬重的第一夫人 我們為瓦邦和豹家失去這麼一位賢妻良母 而感到惋惜和傷痛 請家屬和親友節哀 願瓦邦優秀兒女化悲痛為力量 繼續為瓦邦的和平發展 及兄弟民族的革命事業做貢獻 李玉恆同志永垂不秀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2021年5月12日 若開民族聯盟 燕店 李玉恆同志智三委員會 瓦邦政府 瓦邦團結黨主席 鮑友祥妻子李玉恆女士 於2021年5月11日因老年病突然去世 享年70歲 我們如其家屬一樣感到悲傷 抱有祥主席妻子的事事 是瓦邦人民的悲痛和損失 我們對此深表惋惜 願李玉恆女士在天堂中 永享和平 吞滅奶 若開民族聯盟主席 2021年5月12日 燕店 至瓦邦聯合黨中央委員會 瓦邦人民政府 鮑友祥主席 京西瓦邦人民的優秀女兒 瓦邦婦女協會副主席李玉恆同志 不幸於2021年5月11日因病逝世的消息 孟聯縣紅十字會第二批原外防疫醫療工作隊 向瓦邦聯合黨 瓦邦人民政府 瓦邦婦女協會和抱有祥主席及親屬 表示沉痛的哀悼 向抱有祥主席和親屬 誓以誠摯的問候 此致 哀禮 孟聯縣紅十字會第二批原外防疫醫療工作隊 2021年5月12日 接下来播報 在5月13日上午舉行的李玉恆同志追悼會上 本地及社會各界 向李玉恆同志進線花圈的單位或個人名單 向李玉恆同志進線花圈的單位或個人名單 瓦邦聯合黨中央 瓦邦人民政府 瓦邦聯合軍總部 瓦邦政治協商委員會 瓦邦聯合黨政工部 瓦邦聯合軍總參謀部 瓦邦財政部 瓦邦對外關係部 瓦邦司法委工作委員會 瓦邦農林水利部 瓦邦建設部 瓦邦婦女協會 瓦邦新聞局 瓦邦衛生局 瓦邦民族民主青年團工作委員會 瓦邦軍政幹校學校 瓦邦聯合軍邀礁軍區全體官兵 瓦邦聯合軍318旅全體官兵 瓦邦聯合軍418旅全體官兵 瓦邦聯合軍618旅全體官兵 瓦邦聯合軍468旅全體官兵 瓦邦聯合軍炮旅全體官兵 瓦邦聯合軍總部警衛營全體官兵 瓦邦蒙茂縣人民政府 瓦邦蒙能縣人民政府 瓦邦蒙波縣人民政府 瓦邦南鄧特區人民政府 瓦邦邦邦康特區人民政府 中國雲南省孟聯縣人民政府 中國孟聯縣紅十字會雲外醫療隊 中國孟聯縣春林公司 瓦邦聯合軍總部副協 中國雲南省蒼原縣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楊智廳 周平 趙東春 李繁榮 李文明 瓦邦郵電局 瓦邦邦康捲煙廠全體員工 瓦邦邦康振興學校 瓦邦邦康福利學校 瓦邦邦康基督教教堂 李約恆統治全體親述 曾國安及夫人李保美 聯合國糧食計劃署駐瓦邦辦事處 緬甸聯邦政府駐瓦邦辦事處 緬甸聯邦政府邦康學校及醫院 養光瓦族技術學校 五國界衛生組織駐邦康辦事處 善邦進步黨 緬甸民族民主投盟軍 若開解放軍 德昂民族解放軍 克欽獨立軍 中國雲南省普爾市公安局 中國雲南省普爾市禁獨委 有儀公司 中國雲南省孟蓮農場 金鳳大酒店 金陵榮邦城投集團公司 孟波寶麗黃宮 萬通公司紅磚廠 萬通公司楊姐 萬通公司劉勤川 萬通公司 萬通公司盧姐 有人劉作生 邦橫公司李豪樹 榮林康公司公路隊陳平 對外關係部大麒麗辦事處 對外關係部當陽辦事處 中國零倉市瓦族文化研究會 陳馨 中國零倉市瓦族文化研究會 趙貴祥 中國零倉市瓦族文化研究會 胡德陽 中國零倉市瓦族文化研究會 李明富 中國零倉市瓦族文化研究會 李祥生 中國遠外醫療隊專家 劉漢翔 善邦東部蒂斯特區 近縣花圈人員或單位名單 吳在林主席 寫夫人 吳桑伯副主席 寫夫人 吳上陸副主席 寫夫人 吳騰林副主席 寫夫人 羅長寶 寫夫人 吳吉敏 寫夫人 李正龍 寫夫人 癌香辣 寫夫人 吳康茂 寫夫人 吳康茂 寫夫人 吳在迪 寫夫人 李衛民 寫夫人 寫夫人 鮑君 寫夫人 李阿財 癌板 吳老二 癌三千 清康諾 阿六 在茂 善邦 善邦東部蒂斯特區和平與團結委員會 善邦東部民族民主投盟軍軍事委員會 善邦東部蒂斯特區地方行政管理委員會 善邦東部蒂斯特區富幼協會 好了 觀眾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聞就您播送完了 想獲取更多的瓦邦新聞資訊 您還可以搜索並關注瓦邦新聞局的新浪微博 和瓦邦新聞局的微信公眾號瓦邦之音 隨時收看最新的瓦邦新聞動態 分享至手機平台 掌上瓦邦 網上瓦邦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